小乙说要反击 那晚上跟他说不说没关系 这个事是必然的 不应该说是小乙反不反击 你应该说他什么时候反击 以什么方式反击 这个规模有多大 因为压根就不存在其他的选择题 老美也反过了 这他妈哪是打以色列 这打老美的脸 伊朗打击以色列 已经彻底改变整个中东军事战略态势了 已经改变二战后的所有战略态势了 你看老美做梭头乌龟 完事之后才反应过来 完了最后他来个啥 同意以色列适当的反击伊朗 又通知伊朗 伊朗以色列反击你一下子 你别动 这个事就等过去了 这是爆出来的 不知道是笑话还是不是笑话 反正这对老美在中东的政治 外交军事美元影响巨大 不反击就是彻底失败 犹太人包裹这么多年的神话 明了当了全世界被伊朗一顿揍完 你一动不动 你不扯狗子 这种事在大摩博弈里边 就现在这个态势来看 根本就不存在 咱们就聊啥 就是怎么打 以什么方式打 什么时候打 伊朗跟以色列的第一阶段 第一回合完事了 这第一回合叫什么呢 这叫有来有回 接下来伊朗大三角就等着萧伊反攻 不反攻那还不愿意呢 只有反了才能 接下来更大的升级 再升级老美要不下场 萧伊我跟你说 最次的结果也会干习宿 中东老美下场的概率达到90%以上 是必然的 你不用想 接下来七哥这整个战略体系 咱们贯穿下来 我没说吗 看中东博弈 伊朗 以色列扭转不了中东局势 你必须站到高点看 你才能看清中东的战略态势 以色列这根钉子 在中东已经被伊朗打完了 可以说报废了 那以色列为啥冒险打伊朗呢 其实更报废 就是因为他拿不下哈马斯吗 老美不可能因为哈马斯跟他下去 打哈马斯就上加杀呀 所以说他要制造更大的地缘危机吗 那就是打伊朗 他被伊朗打完了 他怎么可能不还击 不还击死老美怎么下场啊 有来有回 这是必然升级的 老美离中东下场不远了 而且这背后这两墙 你要明白 接下来老美在中东安插着钉子 让伊朗以及伊朗的白手套 就是这些抵抗之户 给报废了 这将影响整个美国在中东的 话语权也涉及到全球 伊朗打击以色列 改变了中东 二战以来多年来的军事力量的态势 就属于东方这边的崛起了 这是老美没法忍的 虽然老美现在力不从心 但是这个事对于老美来说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接下来他是通过以色列这个事 必须玩一个像我之前说的 敲闪阵火 以及背水一战 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对于老美这个霸权来说 在中东影响太大 当然了 老美下 那咱家就公开支持 就是咱家现在在政治外交 在联合国 联大领域 咱们支持哈马斯 巴勒斯坦建国 这大家都看着了 那老美下场之后 咱们就是公开武装伊朗 以及伊朗的整个抵抗之户 这就是中美博弈啊 就是这个事 大家都看了明白白白 伊朗打击以色列的当天 通告全球全知道 大家都有所准备 所有大国基本上都知道咋个事 每一两家早就准备 要欢机 要升机 但是以什么方式 看伊朗怎么打 所以说美国装一副 小可怜的样子 说的不让翻击 我跟你说 我当时就预判了 当天晚上七哥就说了 他们在策划怎么打击 或者是部署什么样的导弹 什么样的战机 接下来 他会把这些东西全摆在明面上 两天不到 他们就改口了 这就是为下一阶段 就是第二回合 中东大战的升级战来布局 但说实话 中俄两家不下场 中东只能起到牵制老美的作用 并不说一下子老美就嘎 这个是不存在的 他是牵制 但这个牵制 对老美来说极其难受 这个坑极其大 老美跟他们咽不下这口气 这不是一口气的事 咱得按照现实来 老美要是不动手 那接下来以色列被圈踢的更狠 接下来不是内塔 拉不拉老灯下场 接下来他们会互相配合 表面打嘴炮 当然还有一点 民主党要大选了 会不会说先把这事放一放 放不了 因为啥 从拜登今天说 同意以色列适当对伊朗打击 完了又通知伊朗 说伊朗不要还击 这个事就能看出来 内塔还是占上分的 老灯 民主党美国给他多大的蛋糕 他们都不会要 现在对于以色列来说 不是钱的事 不是经济的事 什么都不是 就是整个能不能生存的事 这是最重要的 内塔犹太复国主义还是占上上风 如果昂萨真的想不倒 那现在他俩就得干教一个 要不然让内塔停止呼吸 要不然老灯停止呼吸 那个剧本就不能按照他们那个走 得按照咱家的剧本走 就是第二回合 让他来的更猛烈一些 这才是第二回合 这才是大三角两墙要玩的 这才是大哥博弈的根本 还有一点就是啥呢 他们下场 那就是给大地这块腾出空间 这是所有咱家战略外移 争取的最后窗口时间 只有这个窗口时间 才能彻底掀翻席态 我为啥一直强调这个战略 就是只要老美 北约在欧洲 在中东任何一个地方下场 咱家都会公开武装 俄罗斯或者伊朗 这是因为啥 这是有你没我的事 就这一下子 老美现在不是战略定力的事 不是沉住气的事 沉不住的 中东这场仗 它是必须要升级 而且欧洲也是一样 但是中东最好是什么呢 就是牵制 对他们的牵制 谁也脱不了身 对美英 这样极限的牵制拉扯 对两强来说是最舒服的 但是真正想干崩他们 得靠谁呀 得靠大帝 只有给大帝正板征的 狂狂反推 才能把美西方集团内部干崩了 才能把欧洲各国内部干崩盘了 所以说这两线战场的剧本 基本上全是按照这个走 这两天大家都没看俄乌 其实俄乌党老狠啊 大帝正在清除整个屋中 屋西地区的 所有大型的能源电力设施 所有的设施 完了加军用机场 指挥部 就各种跟军事 跟动员 各个方面有关系的 能正常运转的 有关系的 大型的 全部打掉 大帝现在用混合式的导弹 框框咳 咳完了 接下来就是地面部队 就是地面部队 因为法国已经被大地点名了 法国已经公开上场了 所以说接下来的欧战 也是没问题 这块就不用想 他俩是停不了的 节奏是一样的 节奏不是这先起 就那先起 但整体战略态势是一样的 所以说老美现在极度的着急 所以说咱讲到亚太 刚才小伙伴问了 哎呀 老美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了 消息放之前 放两个消息 第一 布林肯将在接下来访华 耶伦来的时候 我就说耶伦来完了 布林肯来 布林肯来完了 拜登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来的可能性 然后前一天晚上 中美国防部长正式通话 从去年打气球之后 所以说这回明白了吧 这事怎么看 又要来一波强制的 明明跟你要饭又要软饭硬吃 因为这个事早就板上定定的事 咱家内部早就知道 中美防御长最高级别的军事 谈话 完了 布林肯宣布来 又说了要将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 完了 媒体 老美的媒体说的 能打到咱家沿海城市 这就是这个脉络的根据 跟这么来的 西哥告你们什么 布林肯要来 要说啥 布林肯都说了 我要去干啥去 我要去谈咱家援助俄罗斯的事 不能援助俄罗斯军事 他们在扯淡点 来谈啥 七哥告你 谈中东怎么解救小乙的事 如果咱家对小乙不松手 他们要在亚太公族布局 要打代理人战争 明白吧 以这个套路 这是咱家访问八零后的直接原因 现在不是俄罗斯 俄罗斯那边 他们说啥都没有用 现在关键是这儿 接下来表面说俄罗斯 实际是让你不能武装一了 接下来他要救以色列 或者挽回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平衡 这是老美要玩的 这三条信息爆出来 一联合就明白了 老美为啥玩这个了 这就是老美战术挑战 老美战术上一直都是这么玩的 这都小事 布林肯来 还有更大拨的 为拜登来铺垫的 我跟你说 这一招接一招 一环扣一环呢 他不管咋玩 老美现在是极其生气 是肯定的 G7集团视频会议 竟然没有加勒比茨 G7集团变他妈计六 加勒比茨给咱家六万的 狂狂签合同的 我今天一看 大胆签他妈老了 现在整个美西方集团里边 除了老美之外 基本上都是搭了脑瓜 软饭软吃 只有老美自己还给那软饭硬吃呢 啊 我来找你 我求你 完了 我得先制造点 我南海军演 哎 我来之前我得军演 我来之前 我又放出 我要部署导弹 早早地 第一岛链 战俘寻航导弹 小鬼的 他妈早就布上了 那都是老美的 那还差你菲律宾那俩导弹吗 那战俘不也是中程导弹吗 还他妈差你那俩导弹吗 他故意放出这个舆论态势 来告诉你 你要是在中东不够解扣 我要来了 你要不让我软饭硬吃 我就故意挑衅你 很多人不明白这里边的事 老美的结拍吧 七哥太明白了 老美以前 为什么派那么多人 2023年 为什么派那么多人来 就要跟你军事通话呢 七哥告诉你 美国在整个岛链 美国在亚尔太事 防御态势 我再说一遍 防御防御防御 你要明白 不是进攻态势 是防御防不住了 所以说从打气球之后 军方不沟通了 老美就害怕 为啥他要来 跟你军方沟通 很简单 一旦军方能对上话 老美就可以到南海 甚至进海 第一岛链随便溜达了 因为啥 关键时刻打电话 这一点对大国来说 极其重要 如果说整他妈 剑拔弩张 完了 你要联系不上 军方你要沟通不上 要被包饺子了 你他妈跑还跑不了 给南海要被圈 这就麻烦了 老美啥呢 我要跟你联系 不联系 军方不通话 我怎么能给我亚太这帮狗子撑腰吗 我一边给你打电话 我一边告诉你 我来了 我来了 你不能动手 我来了 我给我狗子撑腰了 这是老美想要的 明白我很多人 看不清这里边的事实 对了 这个七哥早就说过了 亚太是战略防御 并不是战略进攻 老美是战略挑衅 并不是战略进攻 进攻是咱家 什么第一岛链 这那咱家天天的 天天攒 跟玩似的战绩 但是咱家的 很少报道这些 老美的媒体呢 是配合布林肯访华 哎 提前把这些东西 制造点舆论 咱家为啥一回答 他南部战区 东部战区一回答说 老美又借势 各舆论炒作 咱们为啥说 全在掌控之内呢 就那意思 老美就装毒的了 咱家天天报 给鬼子的宫古海峡 没事就溜达 照着第一岛链 没事穿插拍照 飞机 这那个的 那好玩了 那一天 老美是借势 借着舆论的事 想挑衅一下 想给你施压点压力 让不懂的人信以为真 这是老美要玩的 不管咋说 亚太版的小北约 基本成型 亚太版的小北约 就是美日非澳 这几个基本成型了 印太战略应该是没了 因为啥 阿三被咱家锁了 是亚太战略 没有印了 说咱家破解 七哥都说多少个方案了 看咱家想怎么玩 首先一点 让中东接来反击 中东战略牵制 大地那边反推 往死里推 咱家愿意动 咱家拿飞驴 来个杀鸡镜头 练练手 不愿意动 或者是老美 整得非常过分了 就不打不行了 那就80后 桌子一掀 狂狂就过雷棒子 棒子是老美 亚太 攻其必救 也得救 不救 全线溃亚太 哎 你看伊朗揍以色列 他也得救 俄罗斯揍乌克兰 他也得救 80后揍棒子 他也得救 那都是攻其必救 好玩 太多了 中东局部的S3开启 收拾R3开始 必须得通过一场局部的收拾R3 必须的 才能把亚太的套解开 接来等内塔 咱们还击 跟伊朗干 不要问以色列还不还击 你要说什么时候还击 以什么方式还击 你们没感觉到七额战略连贯性非常强吗 非常坚决吗 而且我非常自信吗 我这不是自己夸自己 当天打的时候我就这么说 我是必须还击 而且老灯当着全世界面 告诉全世界的 不允许以色列还击 而且内塔尼亚湖都同意了 全世界认为这事完事了 只有我说 便听他俩放屁 必须还击 战略层面上 你一定要了解 整个大三角的一个博弈 从你得站在外太空看 要不然你是看不懂的 我没同意 他们怎么能结束呢 以色列想跳圈 想不被灭国 也必须还击 还击完了 伊朗接下来 打的就嘎嘎狠了 嘎嘎爽了 伊朗现在什么也不用干 武装 现在两强对伊朗武装 暗地里武装 听好了 暗地里的 伊朗干啥 备战积极加强防空 积极队整个抵抗制服 珍珠岛 胡塞武装 全整起来 一旦干起来 大干之后 直接两强公开武装 波斯 就是伊朗 这个剧本肯定是这么早 你不用想 七哥为啥说 不是老灯想来应连 没办法 兄弟们 美国这个体制 决定了他在危难 综合实力不行的时候 最大的弊端 就是党争 老灯明着跟咱家说软乎话 共和党能整死他 美国上上下下的所有政客宣传 对老百姓的宣传 全是对咱家强硬 一旦他不敢 他不对咱家强硬 亚太这几个狗子也懵逼 而且共和党那一帮得整死他 所以说呢 他没办法 明明可以软饭软吃 但他必须要硬吃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弊端 但是还有一点啥呢 他来的时候 何必说耶伦 布林肯真来的时候 跟你谈的时候 他们是很客气的 他们那个时候把真话说出来 往咋咋地 最后再被咱家 滚毒子去滚毒子 滚毒子谈个灯谈 当你没公开武装俄罗斯 伊朗的时候 他们天天蹬鼻子上 你援助你援助 你援助俄罗斯 他们为啥 布林肯喊着咱家援助 你以为他不知道吗 很多事 他为啥喊 他不跟咱家喊 跟谁喊着 跟欧盟喊 杠欧盟 你们乌克兰为啥输 你们制裁这么多轮 为啥俄罗斯赢了 我跟你说 跟俄罗斯没关系 是东方援助 你们得找他去 你们制裁他 完了加勒比斯说 好好好 我去 我制裁他 到这个阿勒布德 帮忙 一个签合同 谁都不赏 都明镜似的 但是我还说一句话 当真正的北约 以美国北约形势 跟俄军干上一起的时候 他们给战场上 发现了咱家的武器的时候 他们直接把这事掩盖了 告诉媒体 谁也不能报出去 这事报出去就麻烦了 他连屁都不放 只能说下一身冷汗 他到那个时候 又沉脖的喊 说咱家公开了 给证据啥搬出来 那咱家很简单 索性就承认了就完了呗 那咋的 你们北约干俄罗斯 来吧 那我们一起干你吧 用不用 我也加入啊 啊 你这帮小色懒呢 这就是人情世故 我们说当年 朝眼战争的米格走廊 苏联飞行员 干的了美国战斗机 狂狂我也干 我们说那俩人 都那么看见了 一瞅就不是中国人 但美国从来不说苏联人 感谢 掏七哥的兜 刷穿越舰 对 江湖这就是人情世故 所以说呢 他们老装独子 咱家是没到在时候的 没到在窗口期的 因为上 你俄乌打仗 你说破天 人家哥俩兄弟俩这事 咱家中立一点 毛病没有 我做生意 是不是很正常 但是你们公开 下场与俄军干 这事我想咋玩就咋玩 老美知道 他在其他两线打不赢 各方面全败 第一 面子一丢的一点都没有 或者是沙特都不战场 所有的 还有法德 没事就起刺 老美都明镜了 都是东方战略斡旋 道成的 这就是七哥说的 所有欧亚大陆上的博弈 全是中美博弈的外裔 你明白这个呢 你什么都看通了 你看伊朗跟以色列 跟中东打仗都没那么复杂 你看俄乌都没那么复杂 你只要站在这个立场看就完了 感觉像是老美在布局 但实际上 老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一点点 一会跳这个坑 一会跳那个坑 老美现在是给坑里边拔不出来 甚至被五花大把 这才是真相 所以说老美在战略上玩不过咱家 才玩的战术挑衅 因为他不敢打第一枪 他能打第一枪 他别的事都可以放下 直接在西太平洋解决咱家就完事了 全世界的事迎刃而解 大地那会儿直接就可以宣告凉了 伊朗可以交枪投降了 啥都完事了 老美恢复了老八权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一回大家一定要明白了吗 老美在这种形态下 脱不了钩 所以说他跟咱家谈 谈软饭硬吃 但是今年我跟你说 升级战 中东的升级战 肯定是美英语策划 对伊朗的反击 不能小了 你记住去和一话 要不然他们就真不反击 真完了 他们就彻底输了 只要反 他们肯定玩大的 完了 第二场 记住了欧战 欧洲各国就是北约 以北约的形态 到蒂涅伯河 奥德萨 哈尔科夫 去阻击俄军的反推 这就是欧战 第三场战争 就是老美的内战 这个你们没猜到吧 哎呦 我操 对 这两线打的猛 第三场 就是两党的内战 今年 这一场也挺狠 老精彩了 这个内战 不一定是以热战的形势 而且是以党争的形势 流血的形势 这个对老美的整个国力下降 或者是对老美的金融体系 经济体系 对外战略 对老美崩盘前的影响是巨大 我跟你说 两墙别的事不用干 该打打 该闹闹 该说说 该笑笑 但是老美这场大选 你一定要往死里整他吗 还是七哥那句话 这俩货 谁支持率低 咱们就帮谁 公开支持谁 老灯支持率低 我来买点美债 无所谓 来 大帝也公开支持支持老灯 让他俩来个势均力敌 最后这俩货掐 让他俩掐 你是谁低 就是支持谁 就一点毛病没有 不用啥战略 这玩意儿不用啥战略 还有一个 以前七哥说战略上 咱很乐观 这没毛病 因为我不是乐观 按照咱这来的 剧本就在这板上 但是别的形态 七哥必须要讲一下 就老美这次大选 中美两家 就未来的发展 我跟你说 一山融不了二伙 别说亚太了 地球都融不了 有咱家在 整个技术科技突破 整个工业体系的联动 老美绝对是必输 嗯 还有一点 老美不倒 一直搅和 或者他在中东 能打完了 拍屁股走人 能利利索索走人 那对咱家来说 也是致命 就是美英是谁啊 昂萨 乙是谁 犹太 犹太跟昂萨 要是能在中东 跟没事人似的 打完仗 拍屁股走人 我说 那咱家直接就是 可以宣告输了 这就是我铁定 以色列永远赢不了的原因 所以说 拉他们下场之后 必须公开支持伊朗 就是怎么玩呢 就是每一个战场 每一个战场 都不让他赢 咱们并没说让他输 不让他赢 他就是输 就是就这么简单 都不让他赢 就是老美 拿着地球仪 你可以随便指 老美 你想上哪打去 我就别的不能保证 我就保证不让你赢 不输 咱就试试 很多人以为 中东欧洲 跟咱有啥关系 现在如果乌克兰 换成俄罗斯呢 被干成这样呢 兄弟们 我别的不说 咱家真的没跟俄罗斯联动 咱家啥也没管 真嘎嘎中立 就真中立了 俄罗斯军队要被这么反推 在战场上占劣势呢 现在美西方集团 沉泊子 给咱家喊 加勒比斯都不带来的 小马克龙 那小气势都小鬼的 都蹬鼻子上脸 而且如果俄罗斯 战军事战下风 就没有回欧小乙的事 伊朗更不可能敢打以色列 明白吗 全球谁敢动 很多人看不清形势 为啥不让老美赢 就这么 你让他赢 那么等于他还是老大 还是霸权吗 就这么他妈简单的事 还用他妈咋分析呀 乌克兰要不溃败 反攻不溃败 巴以能干起来吗 巴以找的时间差 就是乌军大溃败了 反攻失败了 大家很多人都不明白 这里边的一个点 一个点走的 我给你整机就一 我为啥说老美在咱家周边 全是战术巧幸呢 很简单 他在其他地区赢不了 老美在跟咱家的 所有的这个边上呢 所有战术挑衅 所有的 七哥告你 都基于一点 就是这两线解不开扣 就这线解不开扣 这线解不开扣 老美被两线锁死 这一点大家一样没有 所以说他的战术挑衅 的形态是啥呢 现在在这块 咱家现在印太战略 咱家已经把他锁死了 印太战略丢了个人 就是阿三 已经整丢了 让老美整丢了 对 让咱家包住了 接下来通过他 来个局部的 来个局部的 局部 一场局部战争 在咱们陆地上 跟他打 跟外线 没啥区别 还是我那句话 为啥揍他 因为防止他 防止南海干起来 他过来 看见没有 这是很麻烦的事 为啥 为啥咱们要从 提前从这下来 切断 整个 印度洋 切断 印度洋 就是把阿三锁在家里边 在整个西太平洋的时候 他玩不了 因为咱最重要的就是西太平洋 就是拿回这块的 画室人 这是二战以后的 整个画室人 把这帮小B仔子 咱牵回来 把这狗绳子拿回来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呢 老美 咱在这块 我还说一句话 这块有几线 你要是不想大整的话 那就在这块 对小彬彬 来个收拾一下吧 杀鸡敬猴 如果敬不了 八零风 直接掀桌子 只有他掀桌子 咱们不能先动这 咱们不能动 明白吧 咱要跳过这所有问题 因为你这地方一解决 这地方一解决 这不就他就自然而然的事吗 不能先动 不到 万不得已 不能先动 咱手里的牌 终极王牌 就是八零后 就是八零后 这就是当年咱们立国之战 打下来的这张王牌 这张王牌是最重要的 因为啥 他能锁俩猴 他能锁俩猴 这是美国的俩儿子 两个宠物狗 八零后 一手一个锁俩 完了大地 这块 整个太平洋舰队 再加咱家这块联合 直接全锁死 这块 是能把他们全整来的 这也是老美 公其必救 咱家专注的点 是哪呢 就是第一岛链 可以围他 但是终极目标 就是拿他 别的没有考虑 最小的目标 也是琉球群岛 这上边有美军基地 有日本的防空 所有体系 这个岛打掉了 才能把鬼子 彻底圈里边 把他俩 把鬼子跟棒子 彻底圈里边 明白不 所以说从这看 你们就明白了 岛链 这几个岛链 第二个 那就是谁呢 那是关岛 这这是打大了 打大了 就全给他掘了 从这块开始 咱家现在 从这块除去的 所有到印度洋的 从这除去的 在这的 这全是锁中东的 加阿三的 阿三这个环 已经扣上了 接下来就是 八零号 就是八零号 对 就是八零号 就是这张王牌 所以说呢 基本上老美没跑 在这块老美 他所有的战术挑衅 一点 七哥实在是不想说什么 你就算 因为你们也 你们肯定听说过 八零号跟大帝 两人苟且 完了 要掀起来 给东北亚要掀起战争 要打起来 这样才能给大帝解扣 是不是有人有这种说法 完了还有一个 美俄两家 都希望给这块半岛搅起来 给咱家卷了一些 大帝好抽身 完了老美 那给中东好抽身 这种言论呢 不光有 我看呢 一刷一大堆 我说说我的想法 好不好 首先第一点 八零号 从幕后走向前台 是我提前三个月战略预判的 这个要听好 因为之前我就说了 这是咱家王牌 他来咱家的时候 才代表东北亚 特里刚好 但是当时咱家派的是二级代表 俄罗斯那边是大帝 在远东三家建地面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里边的事 大帝对八零号公开援助一些伪星 伪星系统 就是导弹能打得更准 完了八零号给他提供炮弹 你这个代价来着 很多人不明白这里边的态势 八零号跟大帝见面 不是他俩想见就见的 这句话一到听明白 是咱家给老美上眼要 才让他俩见的 不是他俩说见 不告诉咱家 他俩就见了 你俩他妈疯了 你俄罗斯给前面能打成这样 你怎么打出去 你不知道吗 很多人害拿大帝 他们整个战略形态 在全球对咱家 不管不顾想干啥就干啥 这种思维 我劝你 你现在好好看看 他俩的战略态势 我还说一句话 这是让他俩公开见 咱家跟谁见的 卢卡申科 我再给你画条线 大帝见的谁 八零号 这怎么明显的吗 这不是 这不是俩大国 在自己 这个穿插两个小弟吗 互相扶持吗 咱家跟白鹅全天后战略伙伴 把工业体系全干过去了 干啥 大规模生产 援助 接下来的欧战的前线 这他妈都不懂 白鹅没参战 名义上没参战 虽然被西方制裁了 但白鹅是整个东欧大地的一根大钉子 咱家公开跟白鹅怎么互动 谁他妈也说不来啥 因为他没参战 我提前 我把所有东西给你布置好 大地呢 当时见八零号 这个直接阵营型对抗就起来了 为啥说你一直不搞军事联盟呢 就怕欧美国那么狗腿的担心 反霸权肯定反到底 所以说让大地建八零号 让他俩协作通过这个 让大地的前线打得更好 公开的 这是最他妈牛逼的一层战略 怎么按照说成他妈 别人的事的 这是咱家 咱家的战略 这他妈懂不懂 你看白鹅的战略地点有多重要 你就明白了 这是白鹅 这是乌克兰 现在给乌东打架呢 看见没有 白鹅的地方一旦参战 直接上边波罗的海 下边波兰 下边乌西 卧槽 整个东欧基本盘 这不是个大钉子吗 再配合波罗的海 加里宁格勒的波罗的海舰队 这直接横扫 要不然咱家能把工业体系 全给他整国家 那都没动呢 而且俄军精锐 都给白鹅的瓦格纳 俄军的大家伙 是全给这儿呢 模糊都搬过去了 去年 这他妈是主要的 八年后 所有的战略走向 全部必须 完全服从东方 这战略才行 差一点都不好使 我他妈就把话撂着 咱家是没刺激 他妈 所以说呢 老美把鬼子 菲律宾整华盛顿去了 咋咋地 整个亚太版小北约 咱家才紧急访问八零后 前两天 你放鬼子 那我放八零后 就是这么简单 老美再登鼻子上来 双改线 一顿大炮器 八零后所有发的 炸的导弹 所有的东西 老美就怕半岛打 老美还想绕过韩国 跟八零后谈的中间 让咱们给收拾回去了 因为半岛的地方 这什么是老美的噩梦 当年咱家立国之战 在这打了 北约谁也不好 别说现在 而且中俄在背后 美西方全来都赢不了 这个地儿是他们的噩梦 老美为啥 最后整他妈南海 整菲律宾那去了 菲律宾这个玩意 我没说吗 他啥都没有 一点抵抗力没有 为啥整他呀 让他实现战略挑衅 你价值 远离八零后 给上边干不了 鬼子棒子 哪个不害怕呀 八零后战略性武器 是全球第一梯队的 洲际导弹 弹道导弹 高超音速 全有 而且 他的士兵 咱们一武装 直接就起飞 谁都不好使在这 所以说呢 这是咱家的王牌 你以为八零后 跟大帝见面 是他俩想怎么搞 就怎么搞 把咱家亮一边 你们真他妈疯了都 那是让他们这么干 这是两线的对抗 咱家与白俄 大帝与八零后 这是交叉型的 未来应对更大战争规模升级的 这是准备的 所以说大家要明白这里边的道理 俄罗斯不是当年的苏联 他说一波 俄罗斯现在打的是反向朝鲜战争 接下来 俄罗斯接来面对几十国的 北约联军 那么跟咱们当年不一样吗 咱们在半岛面对的十七国 北约联军 那时候苏联在后边斡旋 现在咱家在后边斡旋 这是一个反向的长远战争 通过这两线来无限消耗老美 一边要把老美清除东欧 一边想把老美清除东亚 只有这样两强 才能在东欧与东亚 彻底站住脚成为一级 彻底把老美踢回北美 所以说这才是战略形态 大帝很强 还有忍耐力 说什么 但俄罗斯的综合实力 现在跟美西方来说也不错 但全世界3%的经济生产的炮弹量 比美西方加一块都多 但是说实话 他们经济体系各方面没有咱家 早崩了 去年就崩了 俄罗斯经济一崩 内部通货膨胀 卢布变成废纸 内部必然造反 早就出事了 大帝他连任当天第一句话 都没提俄罗斯 没提俄乌前线 你们给我打出来 他提的啥 他直接说的小菜菜 你知道这意味着啥吗 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 大国总统还是有战略的 第一句话 说这个你们知道意味着 大帝 他想赢 就得堵咱家 他没有任何其他出路 所以说大帝在战略层面上 眼睛是个老手 但是你要看出这里边的事来 我为啥 所有的战争都是中美的外裔呢 我并没有说中美俄 听话你要听明白 俄乌也是中美博弈的外裔 伊朗与以色列也是 真正的玩家就俩 大帝为啥是 2022年干乌克兰呢 早就应该干了 乌克兰给乌东那位 和和百姓跟冥冰打 那个亚素营的新纳粹 给乌东打八年了 老百姓和不死多少 北西方早就武装起 大帝为啥忍到那么时候 为啥二年 因为大帝意识到老灯刚上来 阿富汗刚撤军 中美的矛盾解不开了 感谢伯列日涅夫 说的春节 中美矛盾解不开了 老灯也上来了 他阿富汗也撤军了 代表他要全力在那边对抗俄罗斯 美国的战略很简单 表面上跟咱家打经济战 跟俄罗斯打热战 热战的同时 在经济上联合缴杀俄罗斯 最后通过把俄罗斯肢解 北约长期植入到远东 直接对咱家跟日韩遥相呼应 还有印度阿三 他们对咱家来的360度包围玩 这就是老美的战略 不信 咱们走着瞧 老美早晚的解密 我就告诉你 他只有通过这个战略 老美才能赢 因为只有这个战略 他能让俄欧俄德脱钩 他彻底能拿到美西方的整个控制权 老美要先跟咱家干 俄罗斯做大 欧洲直接战略自主 老美会输得非常惨 从地缘看 他必须得先拿着欧洲 再对抗 这样他的力量才大 他到欧亚才有跳板 干俄罗斯 为啥一万东西制裁所有东西 这就是老美当时就这么玩 这边跟咱家干着贸易战 那边直接用热战经济战 把俄罗斯内部干颜色革命了 这是主要 他为啥没成功呢 很简单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里边的战略 你现在俄乌战争是两年吗 十年了 正经办法十年了 北约是啥呀 北大西洋吗 不就这儿呢吗 他俩吗 加拿大跟美国吗 跟大西洋过来 英国是他们欧洲的跳板 是不是 给欧洲这块联合 对俄罗斯 叫啥 给俄罗斯像苏联那样肢解了 通过经济 这没咱家帮俄罗斯 真就被肢解了 给俄罗斯肢解完了 所有资源 昂萨人犹太人全拿着 资源大卸拔块 过来了 到哪儿了 远东 远东联合日韩 联合菲律宾 联合阿三 全过来 这才是360度包园 这是老美的战略 而且差一点没实现 这他妈 老美一直想要这儿 战略不撒地 我告诉你 大地内部很危险的当时 咱家要不全力以赴啊 我操那中间呢 真他妈吓人呐 你看那大地呢 大地够沉稳的了 但大地家内部那帮 没搞太多了 我告诉你 当时那被美英 打他们好几个反攻 让人给骗了 打好几个红地半 正在那反攻 当时你说 你要是咱家 你他妈一天冒了他 这还小事 瓦格纳跟前面打好好的 框框回来了 干回来了 全球之骨 你说你不得吓死 你说多吓人呐 就在咱家来说这一天 不让人省心呐 你们美西方 你还没整名吗 自个干起来了 你们你们吧 老炸的咋都给热 那对咱家来说 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这件事 比对咱家来最重要的 在老美美西方 霸权没瓦解之前 昂萨强盗跟犹太集团 没瓦解之前 咱家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俄罗斯不能败 谁他妈都可以输 谁都可以败 啥事都没事 俄罗斯败了 意味着中俄两家 单体力量是对抗不了 整个美西方的 咱家军事力量 可以跟他们打 但是没有俄罗斯 长驱直入到远东 他都不用跟你打仗 直接跟你封死就完了 只有两强在一起 才能斗一把 非西方国家 才敢跟你俩玩 没有俄罗斯的前边 你不用想 直接交枪投降就完了 就这么重要 当然了 咱家也一样 咱家败了 俄罗斯也是那下场 为啥叫背靠背 唇王齿寒 就在这儿呢 毕竟美西方想 肢解俄罗斯 从来不掩饰 那英国的说多少回来 俄罗斯一共一亿多人 欧洲这么大 他们七亿人 俄罗斯一亿多人 把资源全占了 那资源能源呢 那地下全是好玩 人家公开说了 那啥意思呢 就想要 要你肯定不给 不给就抢 那不就这玩意吗 咱家跟 演练美西方啥的 是竞争关系 并不是 关资源的关系 所以说你要明白 这里边的道理 七哥 这不是跟你们说明吗 没有谁 谁这个不听话 哪个不听话呢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在大博弈 这场大博弈里边 七哥你们说一件事 我跟你们说的最重要的是 除了美西方 那帮铁打的 那帮狗子之外 胆敢阻止 两强 在反霸权当中 发挥极力作用的国家 全部格杀无论 没有人能跑流 还有一点 80后是咱们自己这边 你要说他不听话 你们更能撤 所有阻挡 一带一路的 全部咔嚓 第一个是小蚁 第二个是阿拉三 还有那句话 几百年的大变区 太重要了 我就告诉你们 中美两家 只能存活一个 要不然那个起不来 黑格黑格 古巴这个事 老美有意思在着手 往北美南美退 老美在给自己留后路 之前老美有个主义 叫门罗主义 学历史都明白 什么叫门罗主义 就是你们欧亚大陆的列强 你们随便打 你西欧列强 你们别干涉我 北美 我也不干涉你们 这叫门罗主义 那时候的老美比较弱 直到二战偷袭珍珠港 老美彻底参战 这是他说的 一战之后 老美就想渗透欧洲了 但是被英法给踢出去 一战之后 老美虽然捡了很大便宜 最后下场了 但老美整体 实力上军事力量 就是跟英法没法对抗 所以老美又被踢出去了 直到二战 老美才有机会 老美要给自己留后路 但是呢 中苏跟中俄 早就在老美脚下 埋了根钉子 这根钉子被老美 已经无限期 365 无死角的制裁 从中安事件开始 到现在 70万年了 他们暗杀卡斯 特罗 就是公开的 就600多次 很多人听过这个事件 以前老美呢 羊巴 他能控制欧亚 他厉害 因为苏联解体了 咱家也加入全球贸易体系了 他们就没拿古巴当个事 一直就给人疯着 但是现在 为啥老美要动骨巴 很简单 老美要回家 回家 老美要为自己铺路 他必须铺路 因为他输的可能性 基本上90%多了 虽然他自己不承认 但他自己算 你也得百分之六七十 因为他没能力支撑了 他自己知道他几斤几两 他要打通这一块 必须把这块起下放了 才能顺利打通到南美 从这方面上 他给阿根廷那块 已经开始布局了 所以说现在巴西是金钻的 巴西卢拉老爷子行 老爷子七十多岁了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下一个很可能又是老美 整上去的 明白不 你靠卢拉老爷子 一个人是干不了啥事的 现在来看 所以说呢 老美回去 他一定 他先得整谁 古巴 中俄为什么源源不倒 我们说大地给前线打仗 打那样 太无常的 给古巴 大万吨大巨轮 狂狂 给古巴 运物资 这个那 咱家前两天 直接空运粮食 古巴出现粮食危机了 空运粮食 你们听过吗 空运 那玩意能拉多点玩意吧 你想想 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而且还有一点 中俄 狙击老美 回北美的第一站 就是古巴 就是把老美的封印 封到北美 彻底肢解 就是古巴 没别的路 所以说呢 这是老美 想退回县 必须在这博弈 不光是武装 你得先让古巴人 能吃上饭 这是最起码的 因为现在老美 在内部搞颜色 肯定中俄 必须不光是武装 在粮食 各个领域 经济贷款 各个方面的权利 必须得保住它 这么多年 无偿援助 咱家最难的时候 一直援助它 苏联解体了 俄罗斯都那样 背头美西方 瓜分的没了 大地上来之后 一直援助古巴 都是为了这一天 都是为了老美 回北美那一天 古巴的重要性 就是地缘 这是用古巴 来证明老美 那东西 不可信 也是值得的 你看这佛罗里达 迈阿密 就这块 游泳160海浴 到老美家 看着没有 这就是丁吧 这是个大顶子 兄弟们 所以说两强 两强也必须救 攻击必须 但是老美 这祸不得人心 他把南美 基本上这些年 玩透透的 包括墨西哥 虽然他给墨西哥 的甜头 但墨西哥 从来不在乎他 墨西哥从来 都是占中俄的 因为还有美末战争的 当年 所以说老美回去 他也站不住脚 就现在来看 两强必保古巴 就是老美想回去 继续吸血 整个北美南美 就不能给他机会 我认为是一点机会 都不再给他 虽然欧亚大陆很重要 但是南美也很重要 古巴 突然是先来 古巴的粮食危机 还有老美 经济封锁 颜色革命啊 这一系列的东西 中俄在这一方面 都看得明白白白的 咱家对老美 就是属于啥的 一种政治外交 军事上的战略牵制 就是让老美在亚太 永远不能够分身 老美亚太必须给我 部署这些军队 老美这些军队 主要不能派到欧洲 不能派到中东 老美你就打去吧 你怎么打 你也打不赢 老美亚太的军队敢动 咱家直接就搂他 直接就宣桌了 所以说咱家虽然没动 但咱家牵制了 老美60%的军事力量 咱家每一动 牵制老美的军事力量最多 咱家就玩极限拉扯 主要老美不敢打第一枪 随便玩 在其他地区随便玩 老美他主要 亚太他不敢动 其他地方都可以玩的很昏 但是呢 地缘来看 古巴对中俄来说 特别重要 就是大地跟咱家 基本上就一直 就是古巴靠这两家活着 可以这么说 八零货也是 八零货是咱家 咱家养大的 八零货家可不改革开放 很多人不找大脑 那改革开放 是你一想开就开的 咱家改开 这不揍出来的吗 那不是长眼战场打赢了 越战不让老美赢 咱家跟苏联闹掰 老美最后找咱家来弄 老美来了 小日本鬼子 西方才敢来的吗 什么叫开放 老美宣布 不让人跟你做生意 你怎么开放 你往哪开 咋的 咱家那个沿海 他妈垒上墙了 你八零货天天开着呢 八零货想开呀 谁让他开呀 咋开呀 做生意咋开呀 那这伊朗封锁五十年了 那一样吗 现在伊朗 才让咱家放开 你知道让咱家放开 咱得到什么吗 伊朗把英法得的 所有天然气石油公司 全部踢出去 咱家接手 投了四千个亿 这才给伊朗整起来的 完了连武装 再给他工业体系 才整起来 美国以色列 是不可能放开好的 这是咱们给他放开了 主动放开的 因为伊朗要打仗 那边你要当那啥呢 伊朗你要当工程处义的角色 你必须得放开 八零货为啥 咱家不给单独的放开呢 现在放不是时机 八零货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就一战定 乾坤 亚太 全部解决了 八零货放开了 五年就起飞 他一共两千多万人 咱家随随便 进几个公司 就给他招呼起来了 咱家现在放开他 对整个美欧体系来说 对咱家并不利 接下来 以金钻的名义 放开是可以 对 不能咱单独 但是伊朗这块 不光放开了 直接给塞 他妈金钻了一下了 对 所以说大家一旦明白 这里边 八零后的任务 还没完成呢 什么任务 一战定乾坤呢 当年立国之战 下一步立威之战 必须是八零后打头战的 必须他从陆路上打头战 咱家在海路上一窝端 这是一定的 你现在放开 正常来说 东北亚加远东 加东北 这一个经济链条 一下子起来了 现在不行 只能远东跟东北联合 现在东北亚这会不行 咱们谁都不指望 八零后是咱们七十年前 教员他们打出的战略地位 八零后为啥重要 很简单 不用咱家直接去冒险付出 巨大代价 八零后主动打 或者是棒子他俩掐起来 咱家进可攻 退可守 一直可以看 看美国 看日本 看他们北约的表现 你们肯定得帮棒子 那你们就来 你们来打 不好意思 你们不能打 为啥呢 那我就打你 咱们是有整个道德制高点的 而且这个战争是可控的 你不打 就拿下棒子 中俄公开武装八零后 拿下棒子 你打 不好意思 我揍你 为啥这张牌牛逼 因为不用咱们先伸手 这不是老美玩的吗 这不就是代理人战争吗 说白了 为啥 咱家自个动 没必要 自个动就收拾小彬彬跟阿三是可以的 收拾小彬彬杀鸡进口 收拾阿三 那叫一个局部的陆地战争 但是八零后一动 整个东北亚 整个西太平全动 二战 这俩或是被殖民 他俩代表啥 他是东方 他是西方 你不能管他俩 叫什么名 韩国朝鲜的 这是代表东方集团 这是代表西方集团 明白了吧 他一打 就是集团型战争 他背后谁 俩大哥 俄罗斯 三家 棒子后边谁 鬼子加老美 对 这块一动 这全动 但是咱们动他也是全动 但是这样 不如让他们动 因为你为啥要全动 你动他也是全动 你不全动 没有战略价值 因为你光动完他 你不拿第一岛链 你没有战略价值 这回明白了吗 陆地动 更稳 谁来他们都不行 咱们一家挑战他们 全世界来都行 这回明白了吗 别老动不动 就自个上去打仗 多大脑瓜子你啊 你都啥实力了 占世界四分之一的经济 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工业国 干啥都老自己动手 你一天 你跟个笑 整体战略没那么复杂 老美这个战略挑衅 都是配合他接来大选 咱家其实可以配合老灯大选 我早就说过 你要老老实实的 别大张旗鼓的来 刺牙咧嘴给我 明明你是来求我 老灯你可以稍微软点 要不你就别吱声来了 咱谈谈 等你回去了 我买点美债 我支持支持 你可以 因为我喜欢你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看我剧本走啊 那你他妈呢 老沉脖子 就是强盗着玩着嘛 咱们中华民族 这个历史观 理解不了 咱东亚大陆 这么多民族啊 草原民族 娱乐民族 这民族那民族 就没预出过 就老美这种货色 就没有过 就你从来没预出过这个玩意 求人办事 资牙 你就没预出过 在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概念里边 你就没预出过 但是呢 我跟你们讲透了 你就明白了 他们是因为 他老美的体制决定的 没办法 二一个 这个海盗 当老大当惯了 偶像包 完了各项 他们这些体制 我们说 资本主义天生下来 带种族来的 但为啥一直 还延续200多年 没打地呢 就因为他们 以前 降维打击 能吸血 能掠毒啊 别人看着 好像咋打地 你一旦他吸不了血 掠不了毒 你看欧洲那么大圆种 你就知道了 缅甸内部有 纯纯欲动的 咱家在缅甸的战略 就很简单 你把我的那些人 交出来之后 你们自己别打 你们实现一个 战略平衡 谁也别完全说了算 这里边有整事 缅甸不能坏了 咱家这大事 就这么简单 因为接下来 咱下单 给脚漂港 直插印度洋 完了 防止 阿三 对整个东南亚的渗透 从这个点 他就是属于一个 中间一个核心地带 所以说呢 必须整趟 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 能干起来吗 应该在一个礼拜之内 就得干起来 因为这个我早就预测了 他是必干的啊 俄罗斯 加咱家 我这么说吧 放弃了亚美尼亚 这也是跟土耳其谈的条件 阿塞拜疆最后的 背后的最大推手 就是土耳其 亚美尼亚投靠美西方 法国公开支持亚美尼亚 公开武装亚美尼亚 现在这块也是大三角 大地家撤走了 基本上就是开干的 这块是 因为前两天 阿塞拜疆在巴基斯坦 买了咱家跟阿塞 跟巴基斯坦 合资演出那个战机 叫啥名乱 修罗 阿塞拜疆也交了个投名状 跑这个 跑那买的 买个大胆 基本上就是这事 我当时我一看 板上钉钉了 不用想了 完了 基本上这块就开干了 阿塞拜疆来这一手 我就明白了 这个地方啊 你看我先给你们看别的地方 这是啥乌克兰 这是啥黑海 这是啥土耳其 这是啥伊朗 这是啥 伊斯利 这是啥 高加速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刚跟咱家签订了 免签 免签 格鲁吉亚已经正式进入两强的阵营 阿塞拜疆与土耳其这边也是两强给他让的步 所以说在纳卡在这个地区 俄罗斯以前是占亚美尼亚的 俄罗斯往这一插 土耳其他人整不了事 现在呢 亚美尼亚投靠老美美西方 法国公开支持 所以说这块俄罗斯撤军 这块打完了 这个走廊才能通咱家的中路的 中级屋的铁路 通过离海从走廊到土耳其到土耳其过去 所以说这块是联动 你看没有 俄罗斯 土耳其 伊朗 离海 加咱家的一带一路 全在这 就这个 这是前苏联的地盘 这三 所以说这块要干起来 干起来 这块也是东西方的角逐 但是他们赢不了 亚美尼亚挺不住 天王老子来的不好使 这地方 这地方啊 天王老子来的不好使 因为这这几线都在这摆下来呢 所以说呢 俄一两家 让出这么大利益 那土耳其就得在叙利亚 帮着俄罗斯跟伊朗革命卫队 绞杀美国的反政府武装 以及库尔德武装 对 所以说呢 这块的联洞 这块的联洞 其实早就 早就去年七月份就定 就差不多定下来了 所以说从现在来开始 这块已经占地了 没有用了 完了 加这块巴尔干 那接下来就是巴尔干 巴尔干 以前是法国压着的 就是塞尔维亚这个地方 以前是法国压 巴尔干这个地方呢 嗯 北约现在驻军 北约现在已经从上连 连成线了吗 这不 宝加利亚到这 连成线了 这块也是爆发点 这块也是爆发点 对 这两个 巴尔干以前 七哥跟你们讲 你们看一下地图 巴尔干跟你讲 法国是不希望巴尔干点燃的 因为啥 德法两家 想把战争控制在乌克兰境内 法国不想再扩到别的地方 扩到别的地方 容易直接起大战 美英极力 拉着欧盟给武器齐压力 他们美英 想在这地方开第二战场 这样能给两强施加压力 俄罗斯现在的前线战场 救不了 咱家离的又远 现在以这个战事 他们想这么玩 但是法德不同意这里边 所以说法国现在公开联动 这块 但是这块不保准 因为毕竟老美在后边搞事 所以说这两个点爆发战争 但是规模能达到 多少国家参与 这个得往后看 特别高加索这个 高加索这个伊朗跟土耳其 因为伊朗土耳其 俄罗斯全连着线 当然了 对于咱家来说 多几个战线 对咱家来说影响不大 都是互相牵制的事 咱家就 就玩 运用咱家的高超战略就完事了 怎么玩都行 但是整体呢 整体看 现在他们感谢内塔尼亚胡斯拉串云线 所以说的 小法就得极力劝小法 这个地方先不能动 在巴尔干这块 法德跟美英 他俩是有重大分歧 欧洲很简单 就是想把战争 控制到乌克兰境内 不管是俄军跟北约打 还是欧战 怎么打 只要在这块打就行 他们是这个想法 但是美英肯定是不干 美英要把欧洲打了 所以说 俄军撤出纳卡 基本上就释放出信号了 上个礼拜 法国公开支持亚美尼亚 但法国为啥支持亚美尼亚打呢 这块打呢 他都不支持巴尔干呢 亚美尼亚是俄罗斯后院 法国虽然想在这里边挑事 但法国 法国 给这儿呢 法国不想巴尔干打 这很正常 这离滩家也近 欧洲党 法国让这儿打 这不是俄罗斯后院吗 给大帝施加压力 完了你前线再往前推 让大帝 法国跟大帝生气是啥呀 是他们这儿 是这儿 是他们北非西非这块 这块让他们大帝给搅出去了 对 这什么法国损失一年六千个亿美元 一年六千个亿美元 对 给这儿整的 整老丢人了 那法军 法军他妈走时候 没说让人架子出去的 老丢人了 那损失 那损失的钱就不用提了 我跟你说 连这两年法国经济都得报 就这损失力就这么大 法国要想给大帝上演 要完了最后 他能在董王上任之前 法国在准备 万一董王上任的概率大 董王上任之后 不能让董王摘头了 以马克龙跟大帝谈乌克兰事件 以咱家德国这么谈 把老美排除在外 法国才能在欧洲立棍 如果董王上来 把法德 你俩我滚毒的 我找大帝谈去了 他第二把第二把一谈 欧洲完了 法国必须派兵 到前线跟俄军作战 后边高加索呢 他支持亚美尼亚 就这两线 就是还是我那句话 以打促谈 让大帝注意到他 马克虫就 大帝 我是马克虫 我是马克虫 你要注意到我 你想要更大的战略果实 你得通过我 我这关你过不去 你就得找我谈 你不能找老美谈 但这个事呢 其实是咱家想看到的 咱家要的就是 法德战略自主 为啥咱家一直周旋于 美俄 法德之间 俄罗斯跟美欧 那现在是敌人 他们谈不上话 其实正常了 但是咱家不想 咱家跟俄罗斯是 合作无上线 跟美国是敌人 但咱家跟德法呢 能谈呢 咱家让德法战略自主啊 你让他战略自主 就这个里边谈判 就只能是中俄德法 加乌克兰 不能用老美 更不能有英武 但你这种局面 美英能干嘛 那就先打 先打 以打促谈 接下来就是以打促谈 大帝在五月份 必定发动大规模的反推 五月份他们初选 美国大选越激烈 大地打的越激烈 明白吗 所以说你看这几个国家 自有自个的心眼 其实法国 德国就想趁这个机会 实现彻底的战略自主 昂萨人现在就属于 在他俩身上 骑在他俩伯格 他俩很累的 他俩是欧洲大陆国家 以前都是大陆上的扛霸子 那是拿破仑 那那么德三 那这都刚刚强的以前 这二战后被昂萨 老美给踩脚底下了 翻不了身 他俩占的便宜 也不是老美 苏联解体的便宜 完了俄罗斯 廉价能源的便宜 正常来说 他们只有跟俄罗斯 绰好关系 他们经济才能 没问题 他们跟俄罗斯掰了 早晚出事 所以说德国 跑咱家来了 现在跟他俩 长不了 德国跟谁也谈不上话 跟老美谈 一个大耳瓜子 跟大地谈 一个大耳瓜子 只能找咱家来脱孤了 就给这摆着 小法也是 就是他俩谈不了 他们就是夹在中间 有点不理解 欧洲为啥跟俄罗斯 对着干 你说这话不对啊 对着干是正常的 欧洲一直都这样 后边没老美 他也对着干 那大量自主是一方面 再一个 他人都有私心 刚开始都认为 能把俄罗斯知己 我跟你说这话 老邓在整个 他们计息会议上 一定说过 一万多项制裁 摆着狂慌的 哎呦我操 那多坚决呀 当时连猫狗都制裁 所有西方企业全跑 如果能把俄罗斯知己 他们还能吃几十年 上百年 感谢那坦的 不光英国 要制造欧洲大陆平衡 美国是制造欧亚平衡 但是德法 也得制造欧洲大陆平衡 大地强 他们还胖 老美收拾他们 他们认为 收拾他们个经济 没事 在世界上 抢着点生意 有中俄在 老美永远不会对 英法 德日 赶尽杀局 但是大地的眼光 一旦放到东欧 他们害怕 因为没人能帮了他们 我为啥说 未来的多计划 咱家一定是扶持法德的 跟大地达成一个战略平衡 但是达成不了了 没有战略平衡 大地一旦在这场战争收网之后 欧洲就没有平衡 实际上 他们加巴加巴都不够打的 欧洲没有一战之力 你别以为他们挺发达 这那啥也没用 没用 都是老金融国 要不就是他们老服务业为主的 看着表面数据挺好 五五扎扎的 但你看俄罗斯这占世界 百分之三的经济体 这生产力拉满了 你看什么呢 那天七哥不说一句话 我说法德他们老劲劲的嘚瑟 但是不嘚瑟吗 现在还受老美控制 咱家在这里边非常难在哪呢 咱家既不能让大地得的太多 更不能让老美赢 当然了 还得让德法战略自主 哎呦我的妈 太他妈难了 德法他们劲劲的跟大地打 咱家还不能让大地败 那他妈打来打去 大地直接打起飞了 这两年不就打起飞了吗 那导弹跟不花钱似的 天天的 你整个西方 你也产不出来这么多东西 最后他妈得打来打去 给大地打起飞了 那他妈欧洲一脚丫子就踩 踩到脚底下了 咱家要的是美俄 欧互相消耗 这里边得有美 没有美能行吗 欧盟是最次是瘦身 完了 要是瓦解 就是东欧必须得踢出去 这是德法 欧洲两个路权里边 比较有影响力的德法 这是波罗的海三上 这几个三炮一定是瘦身 给瘦出去 加波兰一定是瘦出去 对 因为他们是美狗 德法拿他俩没着用 拿他这几个狗子 谈几个条件挑衅俄罗斯 这不挑衅的吗 对 这儿呢 瘦身 瘦身不了 直接法国自个退 什么就是 他们自个退 波兰不景 就是啥呢 嗯 怎么说呢 中欧的地缘结构 在冷战后彻底改变 中东随着伊朗公开 当的全世界面打以色列 军事力量平衡彻底打破 这两个点 基本上都是 大战的开启的一个表现 对 就是以色列被全 当的全世界面被伊朗一顿炸 就这个形势 在政治上各方面 中东的力量平衡 已经彻底改变了 以色列这根钉子 基本上没啥用 他们只有背水一战了 乌克兰整个乌东地区 被俄罗斯纳入 到俄罗斯联邦 就是冷战后 彻底改变欧洲的地缘格局 所以说 将来就得面对更大激烈 就是 我这么说吧 美西方都号称自己多么容易 但是现在 不管是战略 政治 外交 军事 全实力 我就问你一句 他们能服吗 不会服气的 欧战说白了 就是 看谁把谁 号到福为止 战争这玩意 你和咱们 朝鲜停战协议咋签的 是把老美打绝望了 老美打 两眼一睁 看不着白天了 给老美打成灯下黑了 要不然老美是不可能的 你签字 你研究研究 当时的历史 你就知道老美有多么狂 在联合国有多么狂妄 在全球 那毒都让他装的 最后都已经不行了 一个上干领战役 彻底服气了 就是 使什么招 生化武器 啥都用 那那么换服 哎呀嘛 老美呢 就是他能把人类 发现的人类用到的 那种 极端的那种底线 突破你认知的权用的 签字的时候 还骂他呢 给板门店 那以后棒子 再敢挑事 你老美管不管 老美说不管 跟我没关系 以后棒子再挑衅 全你妈腿下海 你老美还敢不敢伸手 老美不伸手 跟我没关系 就签字 签完就走 那跟狗一样 老老骂他 不服就干 但是朝鲜战争的形态 跟这个不一样 那三八线之前定的 最后回归了三八线 但你现在的俄乌这不行 俄乌这是打破冷战之后的 整个地缘格局 跟他玩 这个地缘是不一样 就谁签 这次谁也不行 怎么签 最后就是瓜粉 说白了 说白就是以瓜粉的形态 日本有没有可能 挑反 这个事 七哥告诉你 你 你不要怀疑 这个事 你不要问 有没有可能 就跟七哥老说的 你老问 美国有没有可能下场 在亚太 你在这么想的时候 你战略上 你就已经失败了 你就已经输了 实际上 咱家 我们说动手 就是把他们 满打满算 打包 算一起 这叫备战 你拿小冰冰 杀鸡净红 你就算小冰冰呢 你得全算上 他们下不下 你都给他算上 你没有这个战略准备 你玩啥呀 你不要问 咱家动小冰冰 小鬼子 啥样 表现 围点 打圆吗 让他们看看吧 试试吧 那叫 对呀 七哥今天我画地图 地缘战略 给你们讲的很清晰 讲很多了 古巴我也讲 我跟你说吧 咱家现在 建完越南那块 我就是 还是我那句话 拿小冰冰 开刀位 几率非常大 几率非常大 也就在近期 布林肯来之前 老美还得炒作一本 记住七哥的句话 如果今年老灯 布林肯要是给老灯打前站 老灯要来的话 今年也许 就是老灯来之前 也许不会动 但是呢 大选 期间 应该会动 我认为 布林肯来就是给老灯 扑路 因为老灯要选票 因为老灯要选票